你是不是已經決定要走了? 是 如果今天 不是我過來找你 你是不是就打算不告而別了? 其實很早以前 就有許多話想要跟你說 雖然我們兩個相處的這段時間 有吵過、鬧過 但是我很珍惜 這算是臨別增嚴嗎? 如果再有一次機會 如果再有一次機會 你會怎麼樣? 我 我現在的確有機會 我會否讓你來 怎麼樣? 就這樣 是 不信 Reno 要是 問我 我就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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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谢谢啊 怎么了 刘总打电话跟我说 我的作品入围了 我要去巴黎参加比赛 参加比赛? 什么比赛? 我怎么不知道啊 青年建筑设计师大赛 是我一直想去的那个 行啊 杜老苏 你这转身就要变著名大设计师了 可是我现在有点犹豫 你是舍不得他吧 这心里舍不得呀 就说明雷宇峥还在你心里 他还不知道你要去巴黎的事吧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啊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我问你啊 如果 你不去参加这个比赛 会后悔吗 如果说我不去参加这次比赛 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但是如果你不告诉雷宇峥一声 你就走的话 他会难过一辈子 如果说分开就让爱情失效 那这段感情 本身也不坚固 可是爱情是讲究机遇的呀 错过了就不会再来了 如果你确定要离开上海的话 在走之前 难道你就不想和他聊清楚吗 你听我的 只有聊得开才能看得开 要不就算你到了巴黎 你也放不下上海的一切 雷总 雷总 我说何经理 都当了经理了 怎么一天到晚还慌慌张张的 这事儿太值得高兴了 我必须马上告诉你 什么事儿 杜晓苏要去巴黎了 他去巴黎我知道 出谁 不是 他不是参加那个 什么青年建筑师大赛吗 比赛结果出来了 他的作品还真入围了 雷总 您还别说啊 杜晓苏还挺有两下子的 雷总 雷总 雷 雷总 雷总 你是不是已经决定要走了 是 如果今天 不是我过来找你 你是不是就打算不告而别了 其实很早以前 就有许多话想要跟你说 虽然我们两个相处的这段时间 有吵过 闹过 但是我很珍惜 这算是临别增严吗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 你会怎么样 我会选择放手 Skat 加入 小さ 那么 惊喜 你 没有 那么 那么 这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来の動画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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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蘇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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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